嗨 大家好 我是澳美廣告的文案易榮 大家好 我是台灣電通的文案思慧 我們兩個代表台灣去參加 今年砍成Young Lion的Cyber競賽 我認為好的網路廣告 還是要來自於Inside跟內容 尤其是內容 不管你放怎樣的廣告 你投入很多錢 你沒有好的內容的話 其實也沒有辦法被分享 那個感染室的廣告 應該其實都是大家有共感的東西吧 對我來說 就覺得大家共同有感覺的話 或者是大家覺得自己有趣的話 其實都是問自己覺得這個可以嗎 或幹嘛 你自己有感覺的話 它就有 對我來說它可能就有一個感染 往外擴散感染的可能性 在思考說如何要做一個網路操作 因為我們平常自己也是用網路的人嘛 那其實就是思考說 我們平常是喜歡看怎樣的網路廣告 然後平常在使用網路的話 會是怎樣的一個日常生活跟習慣 然後再從中去發掘Inside跟可能會有共感的故事 那就有可能會成功 但是也有可能不會成功 但不會成功的話 也不用氣餒就是 再試 再試試看 它用心 用 就是要一種 我真的很喜歡這塊土地 然後 然後 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自己是想說 我會這樣鼓勵我自己 就我真的喜歡這裡 然後我真的很喜歡台灣這個地方 我真的很想讓大家看見台灣 然後去想我們要怎麼做這樣 對啊 大家都是台灣人 就一起來參加這個比賽 然後看乎刻意 讓世界看見台灣吧